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这一次打算用七周年的红神双人来带队啦 主要就是在之前有看到一些讲 这个七周年好像有点不行啦 来打一星龙关卡有点吃力 因为国际版才刚刚极限在马车就有这种言论 那么这一次就打算让七周年带队啦 我们来无道计打一打这个一星龙啦 其实就队伍而言完全是做得到的啦 完全是做得到的 那么就如大家看到的啦 队伍绝对会是豪华的 这个是没办法 你要无道计吧 好 我自己的红神的话啦 他是没有开太多路了 才一路罢了 所以整体强度是蛮普通的 但是就还可以 还可以 这边的话其实怎么都开场好像都没办 哎呦 开到这个 对 现在跟他翻掉先 但是讲真的是还蛮久没有看他们的这个登场演出的 嗯? 七年七周年真的是看到烂了这个 好爽啊 一直看一直爽 嗯? 抖先 Off 表现 OK 这个样子 嗯 悟饭 开得到就好 好 这一个狗吉他其实就 不需要弄到很高 这个样子 然后 欸 27 必定可以连击地上 这个算是比较看重的点 然后悟饭可以降攻 对 他的高确力的连击希望是打得出来啦 一发 Otsuki OK 第二发 nice 这样防御力的话也是可以叠好叠满 然后吉比克现在是在7号位 所以等一下他的全属性大狗 可以维持多一个规合 第一是从他登场才开始计算 nice nice moto 380万 碎啦 再来 啊 哎 那个普攻 好可惜喔 因为这边狗吉道还是蛮希望他可以多叠一点 这样去到最后的话 他炸裂出来的输出 哇 那个真的是很可观 会很爽 哈哈哈 叠满被动之后的狗吉道 我来个火力 很棒耶啊 一回合的打死住 可是当然也要看 他给不给脸啦 哈哈哈 然后等一下要安排的就是 让血量啦吼 进入到最后一关的时候 压到59%以下 OK 这边的话 就怎么的改法 OK 水 然后必要 可以连到必杀就好 这边的话其实不怎么希望啦吼 可以直接打过去啦 你要不然下一回合会稍微痛苦了一点点 毕竟狗吉道也在 哈哈 那 但也不是不可以啦 如果真的是 顺位安排不那么漂亮的话 狗吉道就把他摆在三号位 哎 我们就 看情况来安排就好了 因为 好友的这个是彩星红胜双人 可能蛮大机会把那个 异星龙给轰烂的 轰烂的话就麻烦 哎 哎 OK OK 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就算三连必杀也无所谓 哎呦 三连必杀还可能 蛮可能干掉的 所以啊 必杀开在这边 那 好像也是不错 欸 十三万多 还行 然后比克的话 不需要开招 好 留给狗吉道来开这边 哎 暂时不是属于需要压血的状态 所以这个样子 过去就好啦 对 然后比克被动跌到满 对 哎 哎 有狗吉道来收掉 如果是可以二连击 那当然是不是 好多连一个必杀 哇 那个就爽 OK OK 水啦 OK 这样北京都就跌了 四次的火力 最后全队会爆表 啊 最后全队会爆表 最后全队会爆表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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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的 超级的 さーてと これがベッチット ブルーだ 嗯 这边的瞬位 其实就 很简单 哎 哎 这个先上去被打一下 嗯 ちょっと待ってね 哇 这个还蛮难选择 看啦 反正都没办法弄到满嘛 反正都没办法弄到满嘛 好像都无所谓耶 但很重要的是 我希望他可以 可以开到超比萨 OK 超比萨 有 然后最后最后 这一边的话 就克属嘛 就继续叠好了 反正我觉得 他大概也是活不过 ベッチット的瞬位啦 OK いくぜ 一发 啊 没啦 就这样子 哎 五百七十七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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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四连必杀 不论 我这四连必杀 也没有可能直接 把他给带走 第三发 第四发 虎弓 啊 好可惜 咧 回避 来 回避 啊糟糕 前面两次都没有开到 毕萨 那毕萨在这边的话 哎 好像也不错耶 这样我们直接 可以把那个复活 那个59% 血量压下去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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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 这样你就加油吧 异形龙 可以靠一个毕萨啦 反正你 不致死 然后血量 又可以压到59%以下 I like it I like it like it 哎呀 直接干爆啊 麻吉 麻吉 噢噢 这个样子我就有一点点的麻烦 好呀 好呀 三球呢 嗯 好像 不能做选择哦 这一点 这个样子 然后比克 现在是处在有全属性格斗的状态 他的主動技我可以留一輪吧 這邊真的是要保護最尾的那一位 然後氣力會上升 看起來是還行啊 可是實際來說好像不太合理 這邊就讓比克一號位我們嘗試一下 然後果吉他這邊我是絕對要讓他up上去的 OK這邊就這麼個樣子 畢竟是好友才行大佬 比較有一定的基礎能力 看一下吼 21.17回 直接Let's go 果吉他是無敵 比克也是無敵 那麼最危險的也就只有我們最尾的那一位罷了 27萬被打到會是痛 但只要迴避掉一次就夠了 OK 所以他迴避掉一次的話 我們基本算是保證安全 那麼最後開完必殺連擊必殺之後 然後他的硬度也會上來 扛普攻就絕對沒有問題啦 然後重點就是我們的血量啦 要壓到一個59%以下啦 OK剛剛好59%以下現在的狀態 然後 果吉大發揮 水 去吧 去吧 這些要計算啦 還蠻麻煩的 620萬 671萬 好 去吧 再來 元末普攻 再來 啊幹 連了兩個普攻 實在是讓人傷心 對 然後開完必殺之後的 紅神爽人 藍神爽人 他們的硬度是絕對有保障的啦 而且還會有Action Break 然後因為是彩星大佬 有三發必殺的可能性 所以基礎扛普攻是沒問題 對 再來多一發 下 如果是可以啦齁 直接壓到 50%以下的話 下一輪 Vegid 就可以直接主動擊了 啊沒辦法 太硬 就是這樣子 算 OK 這邊的話 就 沒什麼 好操作啦 嗯 主要 我看 就把 珠子給倫好 來 倫主好了 怎麼個樣子 反正下一輪 其實怎麼論都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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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突然想到啦 下一輪啦齁 下一輪 比克還可以巨大化 比克巨大化 那就直接無敵啦 對 Vegid 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他其實超硬 他真的是超硬 在有開了 前面被動疊到嗎 必殺出來之後 才被打一個十萬吧 這個完全是頂得住的 OK 噢 OK 噠噠噠噠 噠噠噠 好 看看剛才 就你是承受不住傷害 哈哈 可是你的復活很好用 OK 好那么这一轮的话啦 就 比克直接去大化啦 我们把敌人的血压到半血以下 剩下就是 遊玩的时间 有记比克啦 七周年要说不能无道记通关 根本就是 没可能的台子啦 然后超越超级萨尔人的力量 有这双人可以进队 这个也是可以玩的 玩得起来的 七周年老实说到了现在的状态还是强 而且甚至我觉得剧场版体落这个类别啦 哪去打我们的超义形容都是可以 虽然我还没尝试过啦 但是就需要开道具 因为只要后尾道具补上 而且前期啦 在技术那个段落啦 我们有非常多的时间 可以无限叠方嘛 所以那边叠好叠满 去到后期的时候 我们的红神双人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基础的攻防能力在那边的 靠着前段的叠攻防 因为不需要急着变神嘛 然后到后面也是会有一定的强度在 所以我觉得完全是alright的啦 七周年还能再战 真的是还能再战 本身有那个无限叠攻防 其实在救死门 可是就因为队伍可能太强的关系 他太快把那个技术段落打过去的话 也是还蛮麻烦的 不过到现在来说 蛮多人的七周年是才行或两路以上的吧 我自己看到的话啦 我自己就比较残念一点 什么都还没到 才一路罢的 连两路都没有 好可惜哦 两路的话我就可以把那个 专用技能力全部给用上去 对了国际版的那个专用技能力还没上来 可能是因为这一个点啊 才导致大家觉得会 可能会让某些人觉得啊 这样子不太够啊打不过去之类的 但其实就没有这方不太需要有这方面的那个想法 当然啦队伍要足够强悍才可以 呵呵呵 OK 好爽哦 反正敌人的血量肯定是50%以下的啦 多了 Picro San Moto Moto 哎 激烈觉醒吧 可是我的 我的我的比克的会心啊 点到这么高 我都没用 没什么会触发 这种 靠着系统机制来打 真的是坏 呵呵呵 真的是坏 可是 既比克真的是太爽啦 不过他 现在我觉得 我们最 我们对他最大的缺点啦 就是他的那个 怎么说 巨大化的动作啦 好久哦 呵呵呵 就是这一点嘛 要看他 要看他打球打很久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然后 压起来 直接进入第三回合 OK 不会啦 这个 比克直接压掉两三格血而已 完全不需要你这么努力 脑没有 我只要让 我只要让 呃 蓝神双人 主动击一下 诶 果击他主动击一下 一星龙就会死了 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努力的 你知道吗 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 对不起 这把就差一 好了 好啦 OK 碎 好啦 好了 还有最后一把 还有最后一把 313万 啊,隊長技啦,迪克在這邊沒辦法吃到滿壯的隊長技,只有170%,不過也是足夠強悍的。 打這個舊異星龍關卡啦,是超級遊刃友誼的,沒有一點死亡的可能性。 OK,打到這邊的話,我們動畫當然就是要看好看滿的嘛,久違的變身。 殺,首先就……我們就按照布羅利片的技型吧,首先變成藍神。 然後再來用靈魂審判者,Fusion之後用靈魂審判者來宣布審判。 按照激情來走,好爽喔。 嘿嘿,就有了。 OK,開完靈魂審判者之後,我們當然就是龜派氣功啦。 小臉家。 OK,這個…… 2129萬,前面才疊了4發攻擊吧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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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夠狂,有沒有我們的狗吉他。 沒有任何的道具加成之下。 嘿,就是的,這麼的強啦。 然後七周年代對無道具挑戰,也就是這麼個樣子。 在……年頭的時候會覺得有一點壓力,可是來到現在已經是沒什麼壓力的。 呵呵呵。 而且現在我用的隊伍其實年頭就阻得出來的。 呵呵呵。 我那時候竟然沒有玩過欸。 麻吉? 那時候對他的恐懼還蠻大的。 不像現在,新的一個難關出來之後,對這個關卡的那個敬魂心已經完全沒有了。 所以打起來特別輕鬆。 哈哈哈哈。 好啦,就是這個樣子啦。 我們的七周年無道具依舊還能再戰啦。 只要合理的把隊員給配上來的話,還是可以做得到的啦。 OK。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